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加速行驶 不过它并不是执行 而是跨越对向车道 接着大力撞上 正要右转的机车 在撞上前方停在路口的小货车 黑色自小客车猛力撞击机车之后 车头被撞烂 零件全都散落以地 被撞的机车骑士 连人带车喷飞10公尺 倒在地上 没有任何反应 救护人员到场抢救 只是这名机车骑士 头部重创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事故地点发生在苗栗市中华路 初不了解 开着这台黑色自小客车 是一位74岁流姓驾驶 他当时是要开车回家 以此精神恍惚 一路开到对象车道 不料却撞上买完菜 骑机车右转的42岁 陈姓骑士 股明显伤事 普通中机车驾驶 头部受创 送医抢救 双方经酒精检测 均未有饮酒情情 肇事的流姓驾驶 经过酒测之后 没有酒精反应 他疑似因为一时恍惚 撞死右转的机车骑士 警方将依违反道路交通条例 伤害过失致死等罪 一种侦办 华视新闻 刘逸选杨宗颖 吴少青苗栗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